今天這部影片希望大家能仔細看看個清楚看個仔細啦 這一場我們是希望能讓大家理解 雖然說我們的射手在前期並不會對對方造成太多的傷害 但是並不是說你什麼事啥事你都不幹 這個射手在前期還是可以幫忙帶風向的怎麼帶呢 比如說看到對方已經艾瑞鐵定路野的情況下 我們當然跟著路野 這邊的話林蒂在吃紅BUFF 我們吃對方的藍BUFF 這時候迅速的吃掉藍BUFF之後馬上離開 通常我們不太建議射手在第一個時間點 馬上的就到線上漏頭 不管你是射手還是凱撒 只要你是邊線 不要在邊線一出來的時候就馬上漏頭 因為你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你這一漏頭 對方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你看像這邊的話呢 我們因為沒有馬上去線上吃兵 所以反而可以跟過來支援 那你可以看到對方的射手也是去支援他們的藍BUFF 去支援他們搶籃的計畫 像我們就是支援我們搶籃的計畫 所以你去牽制吃兵的話你先上兩等 邊線的話先上兩等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因為走過去基本上會戰都打完了 但是假設你是中路的話 你的技能有牽制技能或是傷害可以更高 比如說像圖倫 像是穆加爵或是 其實基本上的法師啊 你上兩等作用都會比一等他來的大 這時候你可以考慮速吃 但你還是要注意一下左右邊的草叢有沒有躲人 那這邊一個閃現加上一個一技能過來定到對方的特納斯 直接葛屁 搭配我們的林地打野 林地現在沒有藍的其實蠻難受的 那你可以看到這一波其實算蠻賺的 上路也算是多點開花 那我們在前期打亂對方的步伐 對方也是相對硬的進入到我們野區 那這邊是一個5比1的開局 那可見我們這邊的節奏掌握度比對方還要來的高一點 那對方的薄度這麼給我一撞 但是還好傷害不夠高 那我們的輔助非常有意思 知道什麼時候對方藍buff差不多要重生 那剛剛已經打在旁邊小野怪上面 所以你就要走得更靠近藍buff這邊 這樣的話才能夠把傷害打在藍buff身上 對方的納塔亞呢 這個傷害其實算挺高的還是要小心 你可以從小地圖上看到對方的伯盾已經緩緩的走過來了 那麼牛魔王呢扛住了一切傷害 這邊先回來守住兵線就好 這時候林蒂發出一個進攻訊號 我一個一技能定到了對方兩三隻啊 這時候對方的伯盾血量很殘 那對方的龍馬也是衝過來了 不過我們的藍跟著過來 緊接的收掉了 這個特納斯的技能沒打到 而我這一技能也命中到他 那他繳了一個漂亮的閃現 我把技能全部打在旁邊的小平平身上 好那不過他最後呢 還是被藍給被林蒂給追過去擊殺掉了 那這一波會戰呢 他們呢比較犯了一個錯誤就是 他們把傷害全部灌在一個非常非常坦的牛魔王身上 那導致我們來做一個包夾的時候呢 他們來不及跑 因為一來可能已經沒有什麼技能可以做反抗 二來就是他們硬是想要塔殺掉我們的牛魔王 可以發現伯盾呢直接把大招交在了牛魔王身上 所以導致我們的人包過來的時候 他們完全沒有辦法做一個防禦 好最後呢就是直接全速擊殺 這邊被特納斯定到但我也定了他一下 這時候我心裡就想說我CD才5秒 你那CD要多久 感覺就是我賺到齁 那這時候你發現隊友都在其他地方 你沒有人你就不知道要不要往前 但這時候你看到射手已經往中路靠了 所以當然這時候呢你就來到這個 往前把兵線給推進去 那這時候你發現對方的射手 並沒有還沒有下來的意圖 那你就趕快的把製作塔給推掉 OK沒問題 那對方的伯盾也是慢慢的靠過來 我們這邊就往後拉 戰局往後拉 好那你可以看到林蒂呢在反野 那我們在下潤的製造一些視野 因為伯盾已經看到我了 那這時候他去看籃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那這邊伯盾用大招把龍給關進去 我們這時候就在旁邊用普攻疊出被動 那這邊射的到伯盾嘛但傷害還好 那我們盡量躲在隊友附近 這邊對方的伯盾蠻靠近我的 我們先躲起來 好先躲到後面一點 再找一個好的輸出位置 牛盲自己撞並沒有控制到 不過沒關係我們的一技能也沒有抓到 但是呢現在呢傷害已經有了閃電擊出來是算不錯 那我的奧義本身現在有帶五個奪萃 所以我就並沒有出龍骨啊 閃電擊的話還是比較好用的 好這邊剛好被對方特大師射到 我真的有點危險 那我們藍血量也蠻少 這時候看到對方的納塔亞被有暈到 那當然直接一個大招再收掉 拿了一個Double Kill 可以看到這一波其實算是蠻兇猛的 而我們林蒂呢從側翼進攻去收掉了對方殘血的傢伙 好我們下一件裝呢出的是這個 那叫什麼挖格小 那個爆聖劍啦 聖劍齁 下一件裝出聖劍 好我們這邊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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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方已經復活啦 這時候就不要給小直接離開 那我這場呢盡量講比較多當時的想法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我們邊走的時候當然就是要邊把對方野怪清掉 不要讓對方出來之後還有東西可以吃 這時候藍buff出來了 而牛蒙卡在這個 其實牛蒙應該在往藍buff前面那個草叢去卡一下 我也會比較好 或是他卡走的時候也不錯 這牛蒙算蠻有意識的 那如果你玩輔助的話就應該像這樣 比如說隊友在你是坦克 然後隊友在吃藍的時候 或是在偷對方野的時候 你應該是幫對方顧視野 而不是去幫他打 因為你幫他打其實沒有多快 就是你不會多快 你還不如幫他去顧視野 那讓對方知道 並且你還可以牽制對方 因為你的一下齁 不要說你的一下 你的五下可能等於隊友的一下 你想想看如果你拿著五下的時間 去拖延對手 你隊友可以多打兩下 那這藍buff其實吃得更快 好 那這邊的話 因為對方已經感受到我們這個火力的兇猛 惡靈騎士來了 他們完全不太敢靠近 那我們這邊就站在邊邊角角 把塔給射掉 好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下路兵線過去 那對方兩隻在中路了 那剩下應該會去補血準備出來 這時候看到對方野怪重生 那趕快先拿掉對方野怪 我們沒有要打沒有要打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隊友其實都在各地幹其他事情 他幹一些出火 吃野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呢我們就吃對方野就好 那有看到人就拉掉 好這邊剛好看到對方的艾瑞 那差不多算好艾瑞這個 被動這個大刀抓人的時間 直接給他定下去 好那這邊在旁邊把被動疊出來之後 再往前進 但是受到了這個緩速效果 所以剛剛的往前的這個效果 速度真的超慢啊 而且加上我們又帶攻速血 導致這個 往前的速度更慢啊 那不過沒關係 這一波對方 一個S 應該是可以成功的把這座塔給拆掉 那兵線呢也趕過來了 這時候呢 對方的特納斯準備復活 不過應該是守不了啦 守不了了OK 那這一部影片呢 基本上這一場就到此結束了 那這是一個在前期有比較多的意識 就是觀念比較多 那當然呢 我也講解一下隊友當時的觀念 所以希望從這些角度呢 你可以去知道 你如果是玩哪一個位置 你要知道你要往哪邊走 比如說輔助 在開局的時候 或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都直接露頭 很喜歡露頭直接去線上吃兵啊 這樣其實不太好 不太好 你先上兩等其實沒有太大的幫助 你還不如先去顧野 或是隊友如果要露野的話 你要過去幫忙 因為我發現很多射手會急著自己想要上兩等 覺得射手就是要農經濟嗎 我就是要農啊 就是要農啊怎麼樣 我就是要先露頭去吃農啊 可是 其實前面那幾塊錢經濟 如果你說你這樣農的第一波 砰一把聖劍 我歡迎你 歡迎你去農好不好 快點農 給我農好農滿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這個一等跟兩等沒什麼差距的角色 你就不要這麼急的想要去農兵 這時候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那如果就算對手去農兵了 那又怎麼樣 那假設你們如果他去農 你們入野 這樣算起來是你們賺 但是假設他去農 你們守野 那了不起就在走到線上 在走到線上把那波兵吃掉 就這樣而已 那其實他你去線上吃兵的時候 對方也不太敢吃靈魂獵鷹 因為他其實也是蠻怕被偽到的 除非他確定你在別路 因為我常常就是這樣 以前他會犯這種錯誤 這是一個錯誤中不停的 學習學習在學習 好啦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就到此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一下youtube頻道 那還有什麼建議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把人家分享一下 你們也可以拍照 在哪個店裡 我們可以拍照 Achafar 說回來 。